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受低壓帶及西南風持續將水氣帶往台灣 這個星期天氣是呈現不穩定 東半部雖然沒有西半部降雨明顯 5號都有局部短暫陣雨或雷雨 山區也會有大雨發生 預計4號清晨會形成的9號颱風如比 預計5號起會影響到台灣 也提醒民眾出門要帶雨季也留意颱風的動態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3日起至8號週日 西南季風持續影響台灣 讓本週天氣很不穩定 各地陰岩防雷擊、強風及瞬間強降雨等劇烈天氣 尤其東部地區上午多雲時晴 午後容易有短暫陣雨或雷雨發生 在台灣的東邊跟台灣的西邊都有低壓 所以因為在低壓帶裡面西南風比較強盛 所以在東邊的低壓其實對我們的影響還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可能是就是中南部西南風的比較強勁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花蓮來說 大概就是上半天是比較好天氣 然後到下半天可能雲長起來 因為天氣不穩定 所以午後對流可能會比較強盛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花蓮整周的天氣 看起來都是有點雨 但是因為是午後天氣不穩定 所以產生的午後雷陣雨 基本上早上中午以前 如果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天氣可能會比較悶熱 然後到下午開始下雨的時候 雲多起來的時候 天氣可能就比較舒適 比較沒有那麼高溫度 所以在早上到中午之間 基本上還是要注意防曬 要不要在中午的時候出去外面 所以基本上整個一周 大概天氣形態就是午後雷陣雨一個形態 然後局部山區地方 可能還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然後可能還有雷陣雨 所以在戶外 如果在雷雨區的時候 盡量就不要在外面活動 然後值得注意的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一點就是說 3號跟4號的時候 我們在東部這個地方 還是有長浪的發生 所以基本上 長浪發生的時候 你還是不要去海邊 去做任何 從事任何海邊的活動 會比較安全 青台盧壁最快可能在3日晚 或4日行程 週四至週六 台灣附近海面受到影響 東半部沿海 綠島藍雨等沿海 會有長浪發生 從事相關海事活動要留意 也提醒民眾出門 記得攜帶雨 去留意颱風動態 記者長幫彥华臨時報導